然後找一匹你喜歡的馬 像我喜歡這個 黑色的馬 給他射下去 他就變成一個兵馬 然後我在他旁邊一直按A 等他解凍以後 我一直按A 等他解凍以後你可以騎上去按L 安撫他 繼續按L安撫他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跟我一起來玩 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說為我們剛剛從初喜空島掉下來 然後我們掉到這個 湖半驛站 的附近 我們之前到了湖半驛站這個地方 看到了前面有個神廟 我們上級去解了神廟 那我們掉下到這個海拉魯平原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想要去找薩達公主 薩達公主在地圖上面標光點這個地方 你可以走過去 不過路途有點遙遠 所以我打算我們先去抓馬 有了交通工具之後 我們再騎馬過去光點這個地方比較快 那馬在哪邊抓 如果你剛下來找到這個驛站 跟我一樣找到這個驛站 找到這個神廟之後 你可以到三棵樹那個地方 看到嗎前面有三棵樹 在這個三棵樹這個地方的後面 有一個石頭 在石頭的附近 有些馬可以抓 這應該是最近可以抓到馬的地方 那如果你有玩過曠野之鞋的話 我等一下分享怎麼樣把曠野之鞋的馬 繼承到王國之類裡面 那如果你沒有玩過曠野之鞋的話 你可以在這三棵樹這邊抓馬 我在三棵樹這邊有克洛格果實 你可以解 不過我打算之後再來解 我之後打算錄特別抓克洛格果實的影片 那我們現在在這石頭後面就會有馬 我們準備好我們的弓箭 然後按上鍵 附上白色秋秋膠 然後找一匹你喜歡的馬 像我喜歡這個 黑色的馬 給它射下去 它就變成一個兵馬 然後在它旁邊一直按A 等它解凍以後 我一直按A 等它解凍以後 你可以騎上去按L 安撫他 繼續按L安撫他 找到這個馬以後 我們就可以騎回去 翼站這邊 現在這個是四星馬 不錯 它可以來這邊抓馬 之前我們是在那種寒冷的地方 有冰秋秋出來的時候 我們用劍射了冰秋秋 我們就拿到秋秋膠 冰秋秋膠 把它掛在你的劍上面 這樣比較好抓 所以有時候有冰秋秋把它打爆 那我們就到翼站這邊 跟翼站這邊的人講話 按ZL加A可以對話 我們就可以登入 對沒錯我是林克 一戰這邊可以 登入自己的馬匹 把野生馬匹帶過來就可以登入了 一個人最多能擁有的馬匹數量有限 嗯 我想要登入馬匹 要收管理費 現在第一開始有特別是免費 有特別活動是免費 然後你幫你的馬取一個名字 之前薩達礦泥之騎只能取英文名字 現在可以取中文名字 不錯 我取叫小黑 這樣我們就登入好馬了 剛才是介紹 如果你沒有玩過礦泥之騎的話 要怎麼樣去抓馬 那如果你有玩過礦泥之騎的話 你可以直接到翼站這邊跟翼站的人講話 然後還是一樣有些對話之後 他就知道你是林克 我就說我已經知道翼站系統性 讓他告訴我好了 可以棄放自己的馬 可以把野生馬匹帶來這邊登入 搞一段對話結束以後 我們就說我們要登入馬匹 雖然我沒有抓馬來登入 不過可以選登入馬匹 因為我們之前有玩過礦野之騎 我們有在礦野之騎登入過馬匹 這邊就會有一個對話 依照登入私訊看來 客人你之前有寄放過馬匹喔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之前我們玩礦野之騎的馬 帶到王國之類這邊來 我有這個王族白馬 五星的馬 然後還有巨大馬匹 這是我之前 抓的馬匹喔 我就來選王族白馬 他說你知道可以吹口罩呼喚馬匹嗎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馬距離太遠的話就聽不到了 然後他跟我們講異戰點數的事情 如果在各異戰投訴或登入馬匹 就會幫我們加點數 為了紀念我們 第一次使用異戰 給我一點的異戰點數 還可以換獎勵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獎勵 可以拿 一戰這邊的獎勵 我們說兌換獎勵 再累積兩點 就能夠連接各種東西的牽引玩具 就會屬於林克先生寧了 希望你能多多關照異戰 我們現在才有一點而已 希望能夠再集兩點 這樣我就騎了我的馬 繼續冒險 我打算今天先玩到這個地方 下集我們再騎馬 繼續去光點那個地方 感謝大家收看我的影片 那我會做更多跟王國之類相關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在那邊 JP 在那邊 我們下個影片 我們下集了 我們下集團 還有一些照片 零色的照片 第一次 我們下集團 我們下集團 OK 發言 我們下集團